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看到HOPEN的表情了 他在心里偷偷翻了一个小白眼 你要叫我教主 我教你现象级的爵士教主 不是空穴来风好不好 你知道这个我们的 档期恰不定其实不是因为我很忙 是因为我在新竹 这个档期就是刚好我去台北 有工作就来就来录一下 就去那个公司顺便录一下这个 但是由于我这个没什么工作机会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台北 我等其恰不定是这个原因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不是不是 这个叶大师巡回台湾跟中国 偶尔也去香港吗 就巡回各地 所以不常出现 可是大家对我的误解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 是吗 都在新竹修炼 没有都在家里然后混日子 没有啊 会不会常开直播造福大家 就是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要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 以及你的音乐 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然后就有很多的信徒在底下 很开心这样 怎么样才能看到你的直播 我们先让听众朋友知道 因为我现在其实没有 还没有在 比较没有在这个 Facebook直播啦 我现在有在那个什么 B站 是 Bilibili 在B站 然后还有 那个微信的那个视频 因为演书我觉得最近 演算法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啦 其实它不会让你 非常的被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后来早期还OK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这样 所以我其实也就 OK Don't bother 我就算 它的触及比较不好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是是是 没错 所以现在就是在 呃 Bilibili Bilibili 嗯 是是是 没错 因为这个 可能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 耶和博老师呢 我们都要尊称他老师 因为的确是老师 他自从在 比利时 这个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毕业 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一直很认真的 在投入教职 就是你好像回国之后 就开始在教学 而且不是只在台湾教学 也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室教学 当然是有成立工作室 就是 Hope Music 但是不止 你还在中国也在教学 就到处教 呃 对 是是 嗯 真的 我可以偷偷侧面打听 因为毕竟我是歌手 我没有上过吉他课 老师你的上课风格 是跟直播一样 这么好笑的吗 哈哈哈哈 没有 那要看学生好不好笑 哦 有些有严肃的学生 不是严肃的学生 可能是呃 对我这个 如果学生 呃怎么讲都 你会觉得他很 嗯 很很multi 就是他有在有进度啊 或者说 比较你会觉得这个 这个课有在going somewhere 对 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也 没有到好笑的我觉得 其实我上课是很轻松的 是 因为我觉得我不用不用太 嗯 对 就是太太呃 怎么叫push 哦 那如果我遇到学生是比较呃 你会觉得 呃 很不好的 不好教 不认真 那有的时候我这个 我有耐心 也不见得是不认真 通常会找我学都是认真的 通常是 对因为没有 我没有小孩的学生 我跟你讲 爵士吉他不像 你知道什么古典钢琴啊 什么小提琴那么爽的 那个都是 家长呢 他说真的 家长送小孩来学 小孩不想学 还是得学 小孩弹这个音乐 譬如古典钢琴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曲子 他有什么古典曲 我也不知道 但是家长会去听吗 家长平常会听音乐 没有家长听可能周杰伦 然后我也不知道听什么 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个音乐 可是他还是叫他小孩去学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改 小孩要做的事 不是我叫你做 你就必须得做 这种学生呢 他就会 所以可能不是很愿意练琴 或是他上课 那种就是互动是不好 因为他不是真心想学 可是可是可是 你这个就是有一个 固定的长期收入 这个就是可持续经营 因为他来不是他想来 是他爸妈讲的 这种钱赚 那你说像我的学生就是 啊那个 我老师我想学爵士 我觉得 对就是 我想要当一个爵士技术的时候 我觉得爵士很赚 然后他是出自于内心 他真正想要学 可是来学之后他发现 哇好难 这不是我深正想要学的东西 也太难了 然后你就 你就没有那个 已死父母 因为他就 他就 他就不学了 对他就放弃了 对他就放弃了 那当然就是 我还是偶尔 还是会遇到那种就是 很不在状况那些 偶尔会遇到 然后 对 然后有时候 万一不小心失去内心 你可能就会 哦 讲话就会不大好听 就比较直接 但是 我们还是要说 其实 长期跟着你的这群人 他们真的是对爵士有爱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需要那种对爵士有爱 我需要对我有爱的 对你有爱 崇拜 虽然我不练琴 我也没有什么练琴 然后 可是我就是觉得 我想要交钱给叶赫博 那我就来上台 跟老子聊天 聊天好快乐啊 耶 不要老师 不用看我谈琴 我们聊天就好 然后 然后 那就是 是最好 我希望 我希望是这种学生 哈哈哈 我们鼓励一下 他就买 我买那种 那种 那种 线上课程就录好嘛 然后就有学生 哎 老师你我买的课 我都没有看 他纯粹只是想买 哈哈哈 哦 好 基于一个偶像崇拜 所以他一定要买哈哈哈 基于做工的 那做工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没有没有 我其实觉得就是 Hope老师是超级有魅力的 就是你 你很像那种古代的大侠 你知道吗 一身功夫 但是你开口讲的 都是一些这个 可能故意讲反话啊 或者是 就在开玩笑啊 这样 然后大家就觉得 天哪 这也太 太可爱了 对啊 哦 谢谢 哦 你不觉得 古代哪个大侠是这样 我怎么不知道 古代的 街上大侠 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就明明他刀子一出鞘 就一定可以 那个 见血 对 一定可以就是 杀掉所有的人 但他偏偏不要 哈哈哈 我是 我是那个 嗯 那个什么 球牵杖 哦 球牵杖 你知道吗 球牵杖 嗯 你知道球牵杖是哪一个吗 我听过球牵杖 但我忘了 他的个性是怎样 球牵杖是那个 色雕英雄传里面的 不是有三兄妹吗 嗯 球牵齿 然后球牵 然后球牵杖 是 球牵杖也是 不学无术的那个吗 就是不学无术的 哈哈哈 我就知道 假借那个 孪生兄弟的威名 哈哈哈 胡家虎威 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HOP老師 其实真的是 一直都是学霸 小时候读书就是学霸了 就是进入吉他界 又是一个学霸 没有啊 我真的学霸 我 对 我爸那个 那个做生意的话 我就不会建议这么惨 就是要学霸才行 哈哈哈 要学霸的时候 对 跑来谈爵士 不行 没有啊 就基于一个对于爵士的这个喜欢 因为它很难 所以你就一直想要继续困难下去 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个人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 我怎么 我觉得我已经看透了这件事情 没有看透了 就是开 已经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一开始学爵士 某方面来讲 那是不是一个 很多时候是一个虚荣性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弹爵士 我为什么要弹爵士吉他 因为我想要我能弹 哦 因为我做得到 我为什么 譬如说 这个和弦明明简单弹一个和弦就很好听 为什么要去弹一个好难耳 然后听起来很怪很纠结 就是 也听不出功能的那种和弦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我做得到 对 因为我弹得出来 我会 因为我弹得出来 你弹不出来 所以我比较厉害 哈哈哈 然后结尾勒 没有人要听啊 没有听众啊 哦 是 去拍表演 人家说 你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可能 太纠结了 对 这个我怕我电影会 那个没有客人来 哈哈哈 我能不能让你拍表演 什么之类 我不知道 就是 对啊 你后来发现是这样啊 嗯 但我觉得也不能 不完全 我觉得是事情两面 就你当然不能说 哦 为了要让别人喜欢我 我去做一些事 我做的硕士 都是要让别人认同我 嗯 这也是不对的 你不要去做 这样 不用划众取宠 老实说 对 那当然 爵士乐的划众取宠 我觉得 either way 它都划众取宠 就是你如果今天 我弹一些流行的 比较pop 比较 所谓我讲的 那什么smooth jazz 我都很diss 就是 啊 嗯 啊 啊 cheezy 哈哈哈 就是太市场 太 就是这个东西太商业了 啊 这个商业走向 这个音乐没有灵魂 嗯 嗯 我也要讨好大众 那你去谈那个男的 你难道就不是要讨好Jazz Musician吗 嗯 你 又不是要讨好那些听得懂的人吗 你其实你是在 对不对 无论如何都是嘛 either way 对啊 其实都是 那 我觉得 呃 你自己觉得好听啦 我觉得这个很基本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做是对的 或是对 而不是说 哎 怎么样做人家会 你看 我等一下哦 那那桌 第三桌有 有女生 看我 我等一下放一个大招什么之类的 对 其实也没有用 ok yes 他还听不懂啊 哈哈哈 对啊 所以最重要你还是回到自己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听 我觉得这个 我想要 这样子表达 我想要这样做音乐 然后就做了 对 对就是 或者说我觉得 应该以音乐为出发 就是你要让自己 就是顺着音乐 而不是说 放一些自己的那种很 啊 意狗 或是放一些什么 在里面 最终是服务音乐啦 对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 你讲没错 对 到最后我们都在服务音乐 我们就是音乐的信徒 真是 爱不对人 哈哈哈 嘿嘿嘿 对对对 这句话 对啊 好啊 我们聊到这我们来听歌哦 好我们来听一首这个 大家听完歌会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耶和普老师是一个反差萌的音乐家 就他的音乐美到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太温柔太漂亮了吧 没有 音乐是有对照 因为今天你看到我脸 哇原来他音乐这么美啊 真的他的音乐太美了 那好我们先听歌 我刚才一开头就先放 让大家听听看这个音乐是谁做的 就是耶和普大师的奏品 好先听这首叫做苦苦 等一下回来再聊歌 听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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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歌咯 听歌咫 听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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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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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